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以堂低头一笑道 这时一个亲兵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周以堂一抬头便见那亲兵捧着一把断刀 什么人这么放肆 周以堂却站了起来 拿起那把刀仔细查看 见那是一柄没开过刃的心刀 刀口还发色 是有人以外力一下阵断成几节的 他突然便笑了 骂道 这讨债的混账东西 叫他进来 文语一愣 周以堂为人喜怒不形于色 对上不悲 对下不亢 乃是个谦谦君子的做派 哪怕门外是曹仲坤心灵 周以堂也必说请 而非叫 而正在疑惑间 亲兵已经退出去了 片刻后 领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来人背光而入 长发扎着 身穿尽状 背后斜背着一把古朴的苗刀 进门时 自然而然地往文语身上瞥了一眼 文语也是习武之人 对别人的气息极其敏感 来人进门时 他尚未来得及打量对方的相貌 已经先行一邻 下意识地微微侧身 将重心落到左脚上 然后 他便见那人毫不见外地 冲周以堂一伸手 说道 爹 我的刀呢 文语吃了一惊 听了这句话 再仔细一端想 才认出来 来人 居然是周匪 他上一次见周匪 还是在恒山那三不管的客栈里 据此时 不过一年光景 却居然 没能一眼认出他来 倒不是这姑娘 长到十七八岁的年纪 还能接着十八遍 倘若仔细看 他眉眼 依然是那副眉眼 身形 也并未有什么变化 但整个人 却好似脱胎换骨一番 文玉记得 恒山三春客栈里 那个少女伸手在同龄人中 算是出类拔萃 可身上 却还是带着一点 迷迷糊糊的孩子气 又懵懂 又懵懂 又轻色 因为无知 对什么都好奇 见了什么都跃跃欲试 至于自己下一步去哪儿 要做什么 他却好像都没什么转主意 而今再见 却觉得他真真正正的长大了 便如他身后细长的苗刀一样 有种不动声色的凛冽 任谁见了 都不会小觑与他 周斐冲他一拱手道 文将军别来无恙啊 托福 文玉忙硬了一声 不知怎么 又觉得自己好生多余 他摸了摸鼻子 说道 先前在四十八寨 没见到你 周先生惦记了好久 总算回来了 那什么 你们聊 我出去办点事 说完 文玉赶忙唐地方走人了 周以唐站在一边 打量着周飞 他依然是内敛 而且这些年身在朝中 人越发持重了 四年多不见的女儿 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她好像一点也不吃惊 一点也不激动 甚至没有开口问她 也到哪儿去了 她只是脸上挂着些许笑意 然后伸出苍白瘦削的手 手指一张 比了约莫三算出头的长短 冲周斐说道 长得这么高啊 周斐鼻子一酸 勉强笑道 我又没灌肥 哪儿长那么多啊 怎么没有 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我肩膀高呢 周以唐弯起眼 冲他招招手道 哎 看爹给你带了个什么 回为已久的人 乍以相见 记忆总会被神魂丢下一大截 彼此都不免生疏 须得让那经年的记忆 慢慢赶上一阵子路 方才能找回顾旧的感觉 可是四年多 千余晨夜 周斐却觉得周以唐好似 只是下山赶了趟旗 随手带回几个小玩意儿 给他玩 两鬓沉淀的双色 不过途中遇上风雪沾染 一幅还能落下 周以唐脚步轻快地 全然不像甘唐先生 走到他那简易的行军杖中 再整齐的床头 取出一个长于三尺的盒子 他挽起袖子 有些吃力地 将这十分有分量的 长匣子抱出来 快看他 周斐赶紧上前接过来 放在旁边的小岸上 匣子里是一把长刀 刀身鲜长而优美 长度与望春山相仿 比那把有些 爱手爱脚的苗刀 稍短一些 刀鞘许是后来配的 乃是崭新的硬木所致 两头有包铁和皮革 通体漆黑 却不失光泽 看上去虽不花哨 也绝不寒酸 若说望春山内敛 如草炉中的君子 这把刀 是变华美如马背上的王侯 他从头到脚 无懈可击 便是将它扔在刀山里 也能叫人一眼看见 自长柄至微微回扣的刀尖 无不带着出类拔萃的孤高无棚 看得久了 竟叫人心声敬畏 不忍拉开 长刀的分量 却是十分趁手的 周匪小心地拉开刀鞘 只听一声轻响 那刀身与鞘 彼此错开的声音 竟然十分轻韵 露出钢口 极讲究的刀锋 与底部的名闻 碎者 我叫人找过不少上古名刀 何事你的却少有 好些已经中看不中用 保存完好的 大多子指平庸 不平庸的 又往往带着点不祥的传说 直到去年建了这一把 这把碎者 并非出身明家之手 因为他的锻造者 只留下了这么一把刀 这位前辈名叫吕润 是前朝一位大大出名的人物 平生有三角 文词 武功 毅力 凡人一辈子学不尽的 他样样精透 二十出头 便于天子堂前高中榜眼 一身功夫 更是惊艳江湖 还是当年大药谷内定的账 然而当时朝中昏君 宁晨淋漓 无烟涨漆 南北一族频频寄予中原 灾祸连年 民不了生 这位前辈便立下重事 要救万民于水火 他聚了汉连 只被一个要下行走事件 屡次随军而行 深入义渠 担金截律 救过无数性命 与当年古功大将赵义将军 是默逆之交 周匪向来不学无数 但赵义其人 他是知道的 此人具体有何剑术 他不十分清楚 只知道是一位前朝的大英雄 后来为昏君自毁长城所害 民间多有惋惜 便给那位大英雄 编排了许多神话传说 好似光二爷一样 宿尼身神像 赵义将军死后 其死职自立为王 最终逼迫皇帝 善让皇位 从此改朝换代 方才有了如今的赵氏江山 后来昏君 因罹患投风之症 将吕润患入宫中治病 而就在他身在皇城时 赵将军被奸臣又杀于西南蛮皇之地 吕前辈知道以后悲愤不已 本想仗剑入宫 杀了一肝祸国殃民的肉食者 无料接到赵义将军遗书 祝福他以万千黎民为重 不可置大局于不顾 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令万千无辜陷入战乱 还将自己家眷托付以他手 吕前辈只好放下室外中人的架子 为赵家奔走 于昏君须语为义 宝下赵氏一门性命 而后心神俱疲 顿入大药谷 再不问世事 谁知八年后 南蛮再入中原 前朝皇帝不得已再次启用赵家军 当年吕前辈 费尽心机宝下的赵氏兄弟 拿回兵权 却是 兼之帝都 周匪睁大了眼睛